今天老胡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知识付费这么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听起来高大上很复杂 不怎么好聊 那么我就从一个非常小的这样一个点切入进去 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看法或者想偏见 干脆我们这样子来说 就是我们该不该花点钱去买课买服务找教练找老师 好这个问题就很具体了 对吧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也看见很多的同学把网上能买的课都买一圈 然后讲这个老师不行 那个课有用 或者是什么样 浪费很多的钱 就是不管花的钱的多少都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利用 那是老师的问题还是学员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老师的问题 有的是学员的问题 各种可能都有 毕竟是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行为 好 那么大家也知道老服务也有一些服务 也在做一个收费群 但是我不卖客 这里头有我一整套奇怪的逻辑 根据我的经验 是充满个人偏见的 我在其他的节目分享过 我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目的是因为我看见好多的人 在他的经济允许的条件内乱花钱 他这个钱花出去 我都不管他是多少 是个49块钱 还是个490的 或者4900的这样的课程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 你为什么花钱买课 很多人就是听到了这样一个词汇 就是大量的这样一个推广的信息 这样自私付费 我们是应该为自私付费 这是一个正当的行为 这个知识就应该是收费的 好像我们应该大胆的 做这样一个赛道 要尊重为我们提供 这个知识服务的这些人 甚至还有些人讲 你也应该去做这个 这个比去卖拖鞋 卖牛仔裤更高级更好 那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我们看到很多的市场 营销的这些信息 把一些本来很好的 不错的一个想法 把它极端化 把它完全就是用金钱 把它包裹起来 就是让它变了味道了 对吧 本来爱情挺美好的 然后就谈嫁妆 谈这个先买房子 房子上该写谁的名字 这个不是讲不能谈 如果是这个变成了这个条件 红包数量不到那个 坚决不上车 这个就不对了 我们今天讲这个知识服务 讲买课买服务 大概有点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来讲 很多人买这些东西 就基于别人讲 那个课程不错 有所帮助 然后去买 或者讲 我尝试一下 反正他无效退款 有各种心理 但是我最常见的 看到的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心理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就是我花钱 我省时间 我要提高我的学习效力 我自己就是不愿意去乱学习 或者是我没那么的时间去犯所有的错 所以我直接就找到一个课程 找到一个老师 找到一个教练训练 这个逻辑 好像是非常靠谱 对不对 当你脑子里头这样子自己说 或者别人这样子告诉你的时候 你一听就想 对 这个敌性原理 一点没毛病 所以 一个人在脑子里头 一旦自己生成这样一个逻辑 或者被说服 有这样一个逻辑 立刻就是这个花钱的正当性就确立了 他就不手软 借钱他也会花在这上面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讲为了省时间 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目的呢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老胡这个群里头 经常会有人问问题 问的那个问题 其实他有那个时间问那个问题 他直接在搜索引擎 去问他找到可以更好的这种标准答案 因为那个问题太过具体了 就是不可能会得到错误的信息 那这些问题你来问老胡 花钱来问老胡 还是你应该自己去问油管 自己去问谷歌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我每天收到的大量的问题 其实他应该直接去问谷歌 那个会更权威 更直接 因为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用我的语言来回答 反而会没有正确的上下文 不见得会能够被准确的理解到 好 那你想 我花了钱加了你的群 我当然问你了 我省时间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目的 所在 就是本质上你要区分清楚 你认为你是在省时间 其实你是在偷懒 有很多人买课程 买服务 是偷懒 所以我做的这个一对一的训练的学员 我都非常明确的告诉他 就是你但凡能收到的东西 你别来找我 这是因为加我群的人 我没有办法 但是你成为我的这个实战训练的学员 我都有这个要求 你不能 就是你能收到的东西 你能自己去研究的东西 你别来找我 我这是讲这个技术层面 就是说当你通过搜索 或者简单的看一些教程 自己能做的 比如说怎么样加字幕 在简营里头怎么样做出 变换颜色 变换几个大小的字体的 怎么样加双语字幕 要么你就看老胡以前的节目 要么你自己去琢磨 然后你折腾不出来 你再来找我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花钱给你 我不是为了省时间吗 你应该给我开小照 一堆一个我上课才对 我整个逻辑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讲这期节目 我讲的分享的内容 非常重要 充满我个人的偏见 我也是从内心深处 觉得这是好的东西 跟你分享 而不是讲 你呀收钱不办事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好 为什么 你必须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你花钱买课程买服务 你究竟是为了省时间 还是为了偷懒 所有的人都会讲 我为了省时间提高效力 跟一个有结果的老师去学习 但是我真切的 我服务过的人 大概可能会从资讯 或者是训练过的人 可能加起来将近这四位数 99%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他花了钱 他也是为了偷懒 不是为了省时间 首先第一 绝大部分人 不是讲没有时间去谷歌 没有时间去看一个东西 去学的手把手 来这样的学习 他没有 这个没有一些信息 就是讲他是收不到的 我只是讲操作层面的 一二三四五 这个版本更新了以后 现在这个最新的版本 它是怎么操作 这个能力 自我学习的能力 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像这种层面上的东西 你老是要去花钱 去请一个人 然后谷歌能收到的东西 TikTok能找到答案的 你都去烦你这个老师 那你这个老师 如果不收你很高的价钱 那他证明这个老师 水平就有问题 一个很有水平的老师 他会不断的去 他会想招博士研究生 他会找什么 关门地址证 他不会讲 永远都是在教育儿园 这个话政治不正确 好像就是教育儿园的水平很差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就打这个比方 也就是说 一个很厉害的老师 他是不会愿意去回答你 整天能谷歌收到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为什么 建一个收费群 干这个事情呢 经常我有学员问我 讲老公 你在群里回答那些问题 我看到都替你生气 然后我觉得挺难过的 你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这个上面 关于这一点 我有我自己的一整套的完整的逻辑 我为什么干这个事情 我基本上干每个事情 后面都有一整套的逻辑 今天我就不展开讲 所以但凡在群里的问题 我不管你是多么脑惨 多么想偷懒 我知道你这个 我也是公共敬意的为你服务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好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你不要去因为 好像是省时间来买别人的服务 买别人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刚才讲的 我服务的将近上千个 这样的科夫 或者学员过程当中 绝大部分人 他不是没有时间 好 我教你怎么样 用简易里头去加双语字幕 我可以做一些节目 我可以一对一教你 但是怎么样都抵不过 你自己去学 从脑子有这个问题 然后再把它学到手 是独立的 从发现一个问题 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那我作为教练 我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当你自己 你觉得技术很差 你看了几个教程 然后你都过不去的时候 好 像我的学员一样 你自己 你告诉我 你干了哪个事情 你看了什么视频 你学了 你学了什么东西 然后你在哪边找的 这个学习视频 然后你在哪个地方被卡住了 卡住以后 你干了什么事情 我会知道 我会了解这些东西 然后我再告诉你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会搜索 我教你怎么搜索 你不知道在哪地方搜索 我教你用什么工具 去怎么搜索 搜索完了以后 很大的一个信息里头 你怎么样快速的 提炼 学习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就非常明确讲 我为什么一个人的时候 被卡在那个地方 老胡帮我 过去了 然后 从这个地方 你得提升 好 我为什么讲绝大部分人 就是他不是没有时间 他有的是时间 在群里头提问 在到处去问 然后去刷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不是没有时间 他有时间 他只是讲老子花了钱 我可以偷懒 你必须给我提供服务 如果是这种人 任何一个老师都交不回答 他交不回答 他对老师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他觉得 他就是一分钱进了你这个群 你也得必须回答 你一不高兴 我就投诉 像机场里头 我们很多人喜欢 过分的放大自己的权力 老是买了票 我就可以什么什么 对这个服务人员 就是权盾背后的原因 都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在做水 很多人不是没有时间 而是不愿意 就是一个一个亲身去体验 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不能花钱 单单花钱能解决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上面态度端正了 那买课找教练找老师 是最快的一个学习方法 因为你能够保证 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遇到所有的问题 这个老师都能给你解决 如果你自己亲身 遇到这个问题 心理问题 技术问题 然后你能够在这个上面 一个月都解决不了 绕不过去 这个时候教练 他有经验 强语力的介入 就几个小时 或者一天之内 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钱应该花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为什么不开课 不做课程 就是因为那个课程 没有这种一对一的 这种交流 我知道你卡在什么地方 你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所以老有同学在群里头讲 我这个东西 老胡你看看 你行了以后 就是说 你给我建议 这样我行还是不行 我讲我没有办法 跟你讲行还是不行 我不知道你的教育背景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视频 你这个频道的规划是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技术实力 你是什么样的 后面的背景 你的目的是什么 当所有这些东西 我才能够讲 我建议你朝这个方向去 这个应该是适合你的 我只能猜测 然后你去试完以后 然后根据这个反馈 我才能一步步的跟进 所以我只有认为 这种方式才能够 才是一个真正的学习 那么好 我现在回过来讲 很多人为什么讲是偷懒 他不是没有时间 他有大量的时间去逛 浪费 然后问的问题 就是简简单单的能够搜索 或者这样稍微认真的 去看一下 看五遍那个东西 一步步跟着他去操作 他不愿意 这种东西 我一对一给你 把那个视频里头能讲的 给你重复一下 毫无意义 就是说我做了几十期的 关于讲封面图的视频一样 我的收费的一对一对学员来讲 我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 我所有东西 关于封面图的基本的设计 例子全部都在那里 我就讲你去看一下 那个播放列表 好 看播放列表是没有用的 因为是被动的 是看 但是他看完了以后 他去做的时候 他犯错误 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 就是你这个版本一的 这个封面图 问题出在一二三 这个地方 然后改进了 你认为听懂了 改完 第二个版本出来 那出现 一二解决了 第三个问题还在 他认为改了 实际上没改 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改 然后出现了第四个问题 好 那第四个问题 讲 我有一期节目 专门讲这个第四个问题 你去看那期节目 你那期节目 你看过了 但是你 当你自己犯了这个错误 再去看那期节目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讲的是什么 所以讲 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懂得所有的道理 都过不好自己这些生 我们知道 我可以听过 所有的金句 每一个字我都认识 但是我不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学习 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 学习最有需要的方法 是从一个问题开始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 让这个问题变成 解决以后成为自己 将来不犯这个错误 或者成一种能力的 这种最好的方法 就是犯错 你把能犯的错 全都犯一遍 而这个时候 买教练 买服务的 它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让你本来要一个礼拜 本来要三个月犯错的 这个可能性 让你在一天之内 让你在一个礼拜 就完成这整个的过程 就是这个时候 就叫做省时间 你自己去摸索 兴趣方向的时候 你做了三个频道 做了一年 你最后 不仅把自己做崩溃了 还是做的怀疑人生 所以你就会知道 这样你自己没有办法 突破这个坎 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找教练的时候 就是我确实的 究竟是技术 还是方向 还是对自媒体的了解 或者是理解 这个时候 你可以自己去试图 你有可能 有的人 我看两三年 他都走不出这个怪签 一个好的教练 可能几个礼拜 或者两三个月 就能够把他带过 从这个意义上 你花了那点钱 这个就是真正的 你省了时间 因为有一些 小的错误 学会怎么加字幕 学会怎么样 做封面图 学会做一个动画转场 你也许不需要教练 你只要掌握 基本的学习方法 会看一套 这个免费的这种教程 去看看一些视频 看看说明书 有的时候 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的话 也许对于这些东西 你根本就不需要花钱 你这个时候花钱 就是在浪费金钱 你认为你在省时间 我再说一遍 其实你在偷懒 那个说明书里头 12345 全都跟你讲的清清素素 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老师 来再给你 用他的方式讲一遍 你应该有自我 约束学习的这种能力 真正你需要花钱的是什么 真的能帮你省时间 我刚才讲了 省时间的方法就是 他能够给你规定的训练 让你把那些错 全都快速的犯一遍 并且能够讲清楚 为什么是这个错误 为什么封面图 你这个错误是什么 这个好的版本 要改成这个样子 你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指导 你觉得两个都是差不多 或者讲我自己做的这个版本 老胡跟你讲的这个版本 我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讲这个会更好 好 我作为教练 我就讲清楚 你理解不理解 你这个错误123 你哪个地方不理解 你为什么觉得你这个版本好 那么我就会又找很多例子 很多理论 找很多各种各种方法 能够告诉你 就是你可能是对色彩 对字体 对整个的时候的layout 对品牌 对icon 各种理解上面有欠缺 那么这个就是我作为教练的 这个作用 让你从完全都 你原来不会从那个方向 或者那个维度去思考的 我把一个个东西呈现在你面前 把这个证据 例子全放在你面前 然后你慢慢能理解 好 这个就是说 如果像这种东西 完全超出你的舒适器 或者你的能力边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需要买服务 需要买教练 快速地把你提升过去 至于一些比较底层的技术 how to这个层面的话 自己别偷懒 一定要在这个上面 做够足够的运动量 这就相当于师傅跟你教套路 但是前面蹲马步 单水 匹财 这个功夫 别省 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这是打基础的问题 这是 你一旦 认识到这一点 我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 你都会开始珍惜金钱 你会用金钱来换效率 而真正换的是效率 而不是成为你自己偷懒的 一个借口 好 这是我今天讲这么多 实际上就是想把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message 能够分享出来 那我为什么会有 你可能讲认为是一个偏见的东西 我在自己在这上面出亏了很多很多年 我有的时候开玩笑 讲 我是一个 我是个 我自己现在总结 我这几十年 我是个很奇怪的人 我有感性 我有理性 我有极其逻辑的一方面 我又有文艺青年的 残留的读书在体内 所以 所以我有文科生 有理科生 两个 一个东西都在我的身上 然后 在具体学习上面 我很多年 我都认为讲 观察法解题 你看我 我用这种方法 我居然给他 找到了一个理论基础 还概括成为一个方法 我讲做 观察法解题 啥意思 不是真的去解题 我仅凭观察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总结的这个方法 叫做观察法解题 我讲 这是极其有效率 不是每个东西都要去亲自操作 去动 然后我只要看 然后去想 然后我就能够掌握它 这样效率不是非常高吗 成本很低吗 时间 这个材料 都是非常低的这种成本 那么我的确是这个样子 另外一方面 我原来自己做工厂的时候 我的工厂里头 所有的机械设备 我自己全都能操作 什么钱工 车工 报工 献切割工 讲究老实话 我手下的人 没有一个人 专业水准超过我 我操作起来 就是说我是一个能够在操作层面上面 非常具体 非常短期内能够达到水平的 我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在后面一个阶段就是这样 我追求效率 进入一个观察法解题这个阶段以后 我发现这一下子耽误了 起码一二十年 我在这上面浪费了 到最后我就发现 其实一个人真正的去动手的能力 一个实际上面 哪到一支笔在纸上写字 拿到一个锯子去锯一个东西 去做好一锅饭 炒好一个菜 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观察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头 我们要重新得回 把我们的这种感觉找回来 我们的五官 这种感觉 我们要感觉到一个人的这种温度 他的皮肤的温度 一个人眼睛里头的光 这种能力 我发现很多人自从打游戏 依赖电子设备以后 慢慢就失去了这一点 那么好像我分享到这个地方 觉得讲 检讨 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有极强的这种动手的能力 然后进入观察法解题 抽象的 实际上是偷懒的 在行为上 动作上面就偷懒 这样一个阶段 然后现在我慢慢慢慢觉得 我又必须重新回归到 一个什么东西都用自己的四肢 去真正的实践的这样一些阶段 但是我又不会完全否定 那个观察法解题 观察法解题的确有一些东西 能够提高效率 能够让你在操作层面之上的 一些概念 或者哲学层面上进行思考 所以这两个东西 其实都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要能建森林 又要能建树木 你要能zoom in 你要能zoom out 就要能放大 又要能缩小 就要能有显微镜的能力 又要有望远镜的这种能力 这个才重要 所以两手就好 两手都要硬 这个才有可能成功 那么你不能卖课 迷信这个老师 完全放在他身上 我自己偷懒 卖很贵的课程 你也不能就是讲 我自己蛮干 所有东西在网上都有 谷歌知道所有的答案 不是 虽然是答案真的在那个地方 但是运用知识 这是一种能力 不是讲谷歌知道 你就知道 不是讲你买了那个书 你就拥有那个书 你那个书上面的每一个东西 你都可能熟悉 但是进到脑子里头 把它变成手上的一个动作 变成嘴巴里头一个语言句子 那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东西 好 现在我讲到这地方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再紧接着讲 我直到看见萨古鲁 萨古鲁他从来没有进过驾驶学校开车 他就是真的是看见那个司机 仔细的观察 然后他就会开车 牛不牛 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讲的观察法解题 居然在萨古鲁身上 他真的能够实现 就让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观察法解题 其实没毛病 他是能走得通 有的人就能走得通 但是老胡没有这个本事 我在没有这个本事的情况下 应用一个我不能掌握的东西 来欺骗自己 这就是偷懒 这不是省时间 这不是有效效率的 学习的一种方法 那么有的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能顿悟 有的人就是见悟 那么普通的人 两个都要 两个方法都要不断的去努力 去感受 而不是只是在流水上 打螺丝 打一辈子 也不能脑筋 勤勤恳恳好员工 而另外一个就是 你得怎么样想办法 使得打螺丝 能够提高他的效率 你要做一个老想在改进效率 老想偷懒的一个员工 这个偷懒不是讲不打 而是讲 我怎么样有个工具 我怎么样改变这个流程 能够提高他的效率 这个人才能够有成长 一直在那搬砖的人 他搬20年以后 因为工商就会被辞退 另外一个人 他不愿意劳劳搬砖的时候 第二年就成为包工头 第三年他就成为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好 回过头来 我们讲买课 买服务 找教练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很多时候 你的事业都八字没一撇 你啥都没有 你没钱 但是呢 你有的是时间 有很多人认为 他不仅没钱 而且没时间 这是好奇怪的 一种想法 真正很多人 是没钱 有时间 真正没时间的人 是那些真正的有钱人 你看他 一就是晒太阳 又是弄玩游艇 他其实是很忙的 他就是在那修行 他也是在干大事 他在忙一些东西 而真正你在那个地方 天天奔波劳碌 赚今天的钱 实际上你有的是时间 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不展开讲 这个是我是百分之百相信的 就是很多人在非常低程度上面的 没有效率的 让自己忙碌 其实当你穷的时候 你有尝试的资本 就是光脚的 我还怕什么 我还能彼此更惨吗 我可以随时做什么东西 当你在一个城市 有房子 有爱人的时候 全都拖住你了 你在那个地方 当你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你背上包就走了 所以你有更多的自由 你有更多的时间 好 所以 要深刻的 从最基本的上面去检视 我们 花钱出去 买工具 买相机 买设备 买课程 买服务 究竟是 我们在提高效率 还是讲 我们在加速我们自己的学习 还是在偷懒 我们一个个课程 一个个工具 买完这个相机 买那个相机 买完那个工具 买完跟完这个老师 如果是 你没有解决 这个基本的问题的话 到最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 什么工具都没用 所有的老师都是骗子 那这个问题 不是在老师身上 往往在你身 在你自己身上 我相信就是 那个老师水平 不怎么高 他那个课程 就是一个骗子课程 如果你抱着一个 正确的心态 你也能学到东西 一本垃圾的书 写的一塌糊涂 全是广告 35块钱 你也能学到 远远超过那35块钱的东西 所以问题 当你是学员的时候 老师一点问题都没有 老师就是个道德低下 就是他们这个骗子 你也能够学到 足够多的东西 这个是 我希望就是 我们共勉 都要有这种心态 不要就是 好像我们 付出了一点东西 花了一点钱 我们就有资格 去站在各个方面 道义上面 去指责 我真的是相信 所有的东西 是很难教的 我讲过这个话 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学来的 不是教会的 一个人不想学 没有人能教会你 再厉害的老师教不会你 所以你要解决 你为什么要学 然后今天这期节目 一个更重要的message 就是说 你不仅要理解 你为什么要学 而且要 要从根本上讲 我学习的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 你要为你的学习的 过程和结果负责任 不要讲老子花了钱 这个责任就在你的身上了 如果失败 我就赖你 那这样子 你就永远都学不会 你也找不到 能够真正教会你的老师 所以 总结成一句话 回来 重复一下 就是我们很多人花钱 买课程 买服务 找老师 都是 为了偷懒 不是为了真正的省时间 我希望 通过今天我这些分享 能够最起码 让你开始思考 思考 朝这样一个方向 你可能看完这期节目 觉得我胡说八道 完全不能认同 或者要只有10%认同 但是如果你能看完 我这期节目 开始思考这个东西 然后有自己一个感受 或者初步的结论 这期节目 我就达到它的效果了 你可以跟我辩论 你可以讲 分享你的这种洞见 或者更好的这种表达 我都欢迎 但是这个是我 几十年里头 走了好多弯路 才走到这一步 我并不是做这些 怎么讲 我就是非常高明 很了不起 所以我可以居高临下的 来讲你们都错了 你看我是过来人 我教你什么 不是 认知的东西 都是不断的螺旋 自我否定 一直往上走的 永无止境 永无止境 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看过来 当我作为经历过这个东西 我回头看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蛮聪明的 他妈的 怎么浪费这么长的时间 难道我知道了一些新的东西吗 那个东西早在二十几年 撒咕噜很年轻 他就聪明了 我为什么最近几年 才知道这样一个人 才跟他亲近 才看到了一些 我原来都能看到的东西 他没有收费 我为什么视而不见 我为什么就没有那个缘分 能够跟这样的一些想法 或者人物去亲近 他没有要我的钱 他完全是免费的 他也是一直在那边宣传 去讲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就没有机会 去跟这些人亲近 所以我在另外一期节目讲 老胡做了一个群 收你88块钱 然后你有任何问题 你都来问我 我就是在 我不能保持 就像客服一样 我都是在 每天睡觉以前 我会把群里头的问题 全都给你解决掉 你什么问题 包括你偷懒的问题 应该去问谷歌的 你都来问我 我都会给你解答 这个世界上 你真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 这一点我还真不是吹牛逼 就是像我对自媒体 这么样的一个了解 愿意再做 这个最机场的这种服务 但是很可惜 花了钱进来 没问题 可惜吧 所以你为什么花钱进来 你这个花钱 是不是一丝冲动 找那个感觉 你为什么问不出 高级的复杂的 你经历过很多挫折的 纠结你的问题 心理问题也好 技术问题也好 为什么老是很多人在问那个 应该问谷歌的问题 简单的不得了的问题 好 所以我用我的一腔热血 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你可以讲我是见天眼开 但是我觉得是我以最大的诚意 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因为我 从一个教练 做过教练 做过服务的提供者 也交钱 跟很多人学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说 我有演员的 这样一个感受的能力 我有很强的观众的这种同理心 我大部分时间自己也是观众 所以我有两个方面的 这样一个敏感性 所以我才能够 讲一个东西的时候 能够从两个方面 能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做自媒体 就是他只要把自己的店一关掉 他一上街 他就变成一个极端的消费主义者 也说他可以去指责别人任何东西 那个头发里头 有个头发在面条里头 他恨不得把人家的店砸了 但是他自己一回去开自己店的时候 他看见所有的人 他妈都是跳赤的 这些刁民 各个人都是 赞我便宜 向来白嫖我 你讲你看到 你生活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像精神分裂的人一样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还真都是这个样子的 有的时候 你要勇气去看看 有的时候你看你的家人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以前讲过一句话 你认识到你父母的 平凡 平庸的时候 你才是你真正人生的开始 甚至你有勇气面对你父母的 如果他们人品道德上有缺陷 或者甚至有犯罪 你能够理性的判断它 这个时候 你也是一个独立 和成长的开始 后来我把这个概念 原来在抖音上讲过了 有观众就完全忍受不了 他的父母应该就是道德圣母 就是他有错 我不能想 你们更不应该这样子说 我不这样子认为 对不对 父母 他有他的道德缺陷 他如果说被抓坐牢了 他依然还是你的生生父母 但是你不能讲 因为他是你生生父母 而在这个道德或者法律成本上面 有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好 我刚才前面分享的观察法解题 还有的人 萨古鲁他真的是能用观察法解题 掌握一个重要的技能 开车就是这样的东西 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发现 我最近经常讲的话 这个世界不是黑白的 白和黑 有这样 这个不是黑的 跟有很多人 当我讲他不是黑的时候 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是这样 那他是白的 其实不是黑和非黑 它是两个东西 非黑和白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 它可能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非黑和白 它差得太远太远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二元对立论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不是坏人就是好人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浅显的道理 但是很可惜 每一个人都要磕磕盼盼的 很多次的折磨 然后有这种观想 或者是有人 生命里头有贵人 跟你指出来 指着你的鼻子 做这媒体非常好 就是陌生人充满着恶意 来替这个世界教训你 骂你 整你 侮辱你 我往往都对这些人心存巨大的感激 我的爹妈不会这样对待我 我的朋友不会这样对待我 然后我还觉得我自己很牛逼 其实你杀都不是 就需要这些充满恶意的黑粉 来整你 骂你 来污蔑你 来羞辱你 这个才是正确的成长方式 要感激他们 好 最后 绕过来就这句话 就是说 当你下次花钱的时候 你要谨慎的确立你花钱的标准 不要对课程 对老师 对服务有非分之想 你要做一个好学生 先把自己做好 然后真正的去善用这个老师 善用这个教练 就是把他最最精华 最好的那个东西 学到手 而不是去用 谷歌都能谷的东西去麻烦他 让这个老师 让这个教练看不起你 你应该就是 把展现出 你跟别人都不一样的 任何一个人 去做教学 所有做老师的人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心理状态 他都希望自己最好的东西 教个别人 然后他马上能用起来 能看到结果 不管是免费的好 伟大的教师 或者是商业教师 这一点 我相信都是一样的 所以 真的 当你跟一个人 你花了钱 或者免费好 你没学到东西的话 你要检讨 问题往往在自己 不在那个老师 不在那个教练 好 老胡自己 有教练服务 有这些服务 所以我讲这个东西 很容易被别人讲 你呀 就是给你自己做广告 但是 我从 内心深处 最真实的 给你分享 掏心 我是跟你讲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点 跟我的课程 跟我的服务 没有任何关系 你忘记 我的 忘记所有其他人 认真地检讨你自己 当你需要学习的时候 怎么样提高你的学习效率 然后呢 一些必须犯的错误 一定要亲自去犯 快速去犯 小规模去犯 这个风险很小 损失很小的 这样去犯 犯错是最好的 学习方式 然后 在有一个有经验的老师 教练的指导下 去安全的 快速的犯错 然后你所有的问题 都是能够提出来 在这个犯错过程中 我为什么犯这个错误 我这个犯错 是因为心理原因 还是因为技术问题 还是是我怀疑 还是我的基础的缺陷 你把这些问题 跟你的老师 跟你的教练 提出来 你这个老师 就是一个教练 就是一个 第三者 他 一个好的老师 他能看见你所有的东西 他能洞悉你 那个动作变形里头 背后的心理原因 或者是你的技术背景 比如说我经常跟学员分析 要不要出境 为什么要出境 你为什么恐惧出境 你在哪个地方 往往在另外一个地方 非常优秀 在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这个砍过不去 这是非常有趣的 我的实在学员 这一点 应该是 就是说 我在实在训练过程当中 大部分时间 谈的是心理问题 谈的是 谈的是 方法论的问题 不是讲具体的 什么样 那种情况 往往我就会把我频道里头 一个节目 扔给他 关于这个问题 那个节目 我讲过了 你去看一下 看过一些 你有问题 你再来找我 所以当你不知道 怎么样下手 解决一个问题的 我又极有耐心 我可以教你怎么搜索 我可以教你怎么回事 我教你点这个 点哪地方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告诉 老胡 你教我怎么样加字幕 你的自己折腾一天 加不上字幕 你再来找我 我告诉你 我就讲 这么一二三四五的东西 你为什么加不上去 所以如果发现你是偷懒 你是依赖心理的话 我就会非常严厉告诉你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 跟自媒体没有关系 你的人生也会 输得一塌糊涂 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为你的行为负责任 为你应该做的东西 你不要去依赖爹妈 依赖子女 依赖你的伴侣 你得自己 take ownership 把这个事情做成 然后花非常小的代价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 你可以看见 包括跟巴菲特吃饭 其实 这个价钱都不是你想象的 那个不得了 因为能跟他对话 吃饭的那些人 那顿饭钱 根本就不是一个价钱 对吧 当我们看见一个 很贵的课程的时候 那个老师 往往他提供的价值 远超他能收的这个价值 这个从商业上来讲 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理论 对不对 当 我这个课程是两万块钱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它低一点 因为我很难把它的原价卖出去 一个东西一打折就容易卖出去 所以碰到一个好的老师 比如说你就怕巴菲特不开课 他开课的话 他一定是他那个课程远超他的真正价值 你要能利用他那个时间的话 对不对 像段永平 他找巴菲特吃饭的时候 人家就讲 巴菲特跟你说什么东西 还拍着照片对到你耳朵 说交交话 段永平就讲 这顿饭吃的钱 最值得的是什么东西 我在书上看的那些东西 我也相信 但是这个话 当面从老头子坐在我的饭桌面前 说给我一听 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他没有告诉他任何的秘密 没有告诉他任何他不知道的东西 但是看见这个东西 从这个人身上 最低的时候说给他 就把那东西永远 像打上烙印一样 打到他身上 他再也不怀疑 他也再也不琢磨 一下子认知 就提升上去了 对吧 就像我有机会在微软工作 那么多年 我看见好多大神级的人物 你要看他外面的网页 那个身份 那都是吓死人的 但你在他旁边的时候 你会觉得讲 其实人跟人之间 真的没有太多的差别 我经常视底下非常狂妄 我接触这么多人 我真的很少发现 有人讲真的比我聪明很多的人 就是我高山洋子 极少 你也可以看见 我在节目里头 讲巴菲特 不是 讲巴菲特很厉害 伊朗马斯克很厉害 但是其他很多 很厉害的程序员 或者是项目经理 或者是像这些人物 非常有钱的这种人 你跟他接触 真的是普通人 平常人 这不是讲狂妄 你就会清楚的认识到 你跟他们 你跟伟大之间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你为什么不伟大 这个事情 是值得深深的检讨 思考的问题 你跟他之间的差距 其实没有那么大 那么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做自媒体的人 要不断的反省 检讨 我觉得自媒体 是我们人生修行的 最伟大的工具之一 我想讲的就是 他强行的 把你所有的弱点 全暴露出来 并且 接受这个世界 最严厉的谴责 批判 污辱 你脆弱一点点 你很快 就会撤退 就会逃跑 太容易了 因为你开一个频道的时候 没成本 你逃跑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你跑了 安全 对吧 所以讲 你在自媒体上 经历过认真的 进步 自我 否定 修正 前进的话 我相信你去做 任何的生意 跟其他的同事 跟别人 这表达 都会上很大的 一个段位和台阶 所以我就有学员 就是跟我学了以后 他讲 我不再做自媒体了 我清楚了 我玩过了 那么 安心的回去上班 很好 完全改变了 他跟原来的同事 跟领导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就很成功 不是讲每个人 我讲过 一些节目 人人都应该做自媒体 但是自媒体的其中一个的结果 就是你知道了 你玩过了 那么我可以非常安心的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谈过恋爱了 我最后选择出家 没毛病 我有钱了 我最后这个钱全部洒出去了 捐献了 没毛病 而不是你一辈子都很穷 就仇恨那个有钱人 你一辈子都没有谈过爱情 然后你对爱情有极其恐怖 或者是片面的那种看法 所有的女人都是祸水 这都不对的 这个都不是一个完整的 正确的人生 在我的这个浅薄理解里头 好 做一期节目 虽然这个开挂模式 到东西南北一顿乱世 回来还是要归这个题 我们今天开题就讲的 为什么要买课 为什么要找一个教练 可以不买 可以不找教练 在很多的时候 其实应该完全依靠自己 解决 你能解决的 你现在这个状态下面的 大量的基础问题 你应该去研究一下 油管是怎么回事 版权是怎么回事 而不是讲 我马上就要找一个好的老师来 你应该前面 我发现老胡的节目不错 那你就把老胡的 以前的节目全都看一遍 然后看完了就讲 老胡还有个群 花个八十块钱 我进去 进去后 然后我积累了很多问题 学习有好多没看懂 每天都五个问题 十个问题 行啊 你会 如果你每天给我提五个问题 连提一年时间 你会觉得我收你的费 收贵了吗 不会啊 如果你进来以后 一个问题都不提 整整两年在里头 去提一个问题 你会觉得 他妈老胡收费 收得太贵了 那当然 我也希望就是按人 每一个问题都来收费 你是什么问题啊 你这个问题三十五块钱 我没办法做 所以说做生意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一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作为一个学生付费交 实际上是很占便宜的事情 一个作家一辈子的心血 就写那本书 卖给你五十五块钱 你占大便宜了 对吧 所以这种课程里头 往往是就是付钱的这个人 他是个强势 他具有选择钱 他具有溢价权 而不是那个 好像导师 那个麦克那个人 多厉害 不是的 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我往讲是 这个暴民 或者是这个 没钱的人 打败精英 就是这个道理 你是精英 你是大咖 你是有钱人 你在网上 你想扮演专家 扮演赛富的话 会被大 会被广大劳动人民 会把你打得 弄得你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 这个世界 有很多东西 跟他 你表象上 看见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往往就是 你呈现出的黑的 你到他后面去看的时候 那后面那个真相 跟你看见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那么人生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你在这边看看 你到那边看看 然后再到这边看 再到这边看 每次看的都不一样 看三是三 看三不是三 看三还是三 很多人到这就完了 对不对 没完 看三又不是三 看三还是三 怎么又不是三 还是三 那么我精神分裂吗 不是 因为你每次在看的那个三 和你最开始看的那个三 不一样的 你没有发育的时候 看的那个女人 你没感觉 等你青春期的时候 你又感觉 等你70岁 再看那个女人 感觉不一样了 对吧 所有的例子 例子全都是这个样的 无 没有例外 所以 到就是这么一回事 放在任何地方 你能解释一切 东西 好 不能再讲了 到是日更的状态 我胡说八道的机会 多的是 这不是我 跟你做的最后一期节目 原谅我 以这种方式 做节目 零后期 不简洁 但是呢 如果你听进去了以后 我真的是几十年的一些重要的认知 零零碎碎的时候 会在这个里头分享出来 这是我做节目 最有价值的地方 我对这个世界 我也希望留下的就是这些东西 将来人工智能会把我这个三十几分钟节目 哗擦 四十几分钟 总结成五条东西 你看懂的 能看懂 看不懂的 完全没感觉 这个大实话 普通的话 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 但是 往往就在很小的这些东西 能够无限大 就像有多少人知道 萨古鲁 他真的用观察法学会开车 我又 人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验 就是别人不经意讲的一句话 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所以我讲过一句话 刘德华讲 我有面包 我怕谁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金句 你去认真思考 那么你 他这句话不是在小范围说的 他是一些采访里头说的 很多人也看到了 他没有感受 我有非常深切的感受 我听过一次 我起鸡皮疙瘩 然后我就用它 我就 我就能够成为它 我的表达和语言体系 或者思考体系的一个部分 就这么具体 所以我 为什么会讲 理科和文科 一个结合 这个是 这个是摧残我一直很多年的 我走不出来的 就像一个牢笼一样 但是 当我走出来以后的话 我回头看的时候 我发现 很有趣 我的这种很多感受 比一般人要丰富很多 所以我很感谢 我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一种体质 但也不是讲 好骄傲 我现在好厉害 跟原来那个东西断位很高了 不是 也就是我就这一点点上面 一点小小的成绩 我就能看见我无限大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我还有多少可以成长的空间 我在死的时候 我希望就是这样 我体验过好多 原来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我50岁以前都是浑浑噩噩 50岁到50岁 就是开始指数去增长 那么50岁到60岁到70岁 哇多美好 那么我是不是要体验人世间所有东西 不需要 我只要每天能体验到 碰到有趣的人 得到有新的这种idea 感受到新的东西 然后做事的时候 认认真真 扎扎实实去做 就是一种有心流活在当下的 这样一个状态 回答愚蠢的问题 我有巨大的同情心 巨大的这种慈悲心 我知道他想偷懒 我知道他发心不振 我知道他就是这样 老胡我交了钱一个 我就把你榨干 我这一顿知道 但是我不要对你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 就像一修行人讲的 你对我什么东西 我都讲 对对对 是是是 好好好 真难 真难要做到这一点 但是真的是可能的 你没有参与过我的年轻 我年轻的时候 那是我自己都不堪回首 那种骄傲 那种狂妄 那种不可一世 那种小人得知 所以 那么我后悔吗 不后悔 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以前那些狂妄 无知 伤害过别人 也被别人收拾过 所以 基本上就是打平了 我被张三欺负 我反过来欺负李氏 所以 从整个世界来讲 就是归零 我没有必要那么 太多的负担 好像是 是要一个历史的罪人一样 不要那么沉重 我们不是救世主 我们也不是这个宇宙的破坏者 当我们清楚了以后 过后 每一天 对身边的朋友 家人 好一点 然后 不要那么紧张 不要头像那样追尺骨 不要把自己往死里头整 世界很大 我们就像一粒灰尘那么渺小 你不需要改变这个 改变那个 要种两千万棵树 要改变局部的气候 要把所有村子里头 每个人都变成百万富翁 这种理想 这种愿望 不适合绝大多数人 适不适合 有个非常简单的标准 这个人 他想达到这个目标的 这个人 他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是否幸福 喜悦 如果是 很好 如果不是为了奖壮 为了名誉 为了虚名 极度的扭曲 挣扎 那就不是 放过自己 放过这个世界 平安的 平静的 尽可能健康的 快乐的生活下去 好 拜拜 明天见